当身负特殊使命的超能力少女遇到命定的白马王子 什么 你以为我在讲美少女战士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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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抬举通灵少女不平凡女孩的平凡爱情 快一起来看好 16岁的花迪少女小珍 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特殊身份 在一所寺庙做仙姑 因为她是天生阴阳眼的通灵奇才 她的日常工作就是驱逐恶鬼 人鬼交流中转站 她说话的声音很温柔 她要我告诉你 她很想你 要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要好好照顾自己 为适者超度等等这些看上去非常高能的事情 原来你才是真正的魔法少女 但是吼 不管怎么酷 小仙姑也只是一个16岁的少女 当青涩的爱情悄然而至时 她也会像普通的小姑娘一样 不知所措 我们的男主阿乐 人如其名 自带光环的校园男神 蒙面扔球的动作简直炸裂少女心 男神总是有意无意触发辽美技能 比如在小珍上学迟到的时候 大家把手爬墙啦 在被小珍吐了一声之后豁达的样子啦 今天上学就那么精彩 为了躲教官紧紧拥抱着躲在棺材道具里 如此一来二去 成功了的小珍放心乱动 决定主动出击的小珍开始沿袭化妆 打扮得像花蝴蝶一样 在男神面前成功 出丑 别过来 干嘛 快穿啦 然后为了击败竞争对手 小珍要去争取校园话剧朱丽叶的角色 由于心不过对手美不过对手 小珍只能冰出险招 虽然还是输掉了比赛 但总算赢得了男神的点赞 我很喜欢这样的主力 赞了 眼看着一切都在往美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突如其来的校园暴力来了 同学们知道了小珍的身份 开始排挤他 伤害他 小珍更是被带上了神秘人的小车 所以说乐真CP前途堪忧啊 一知后事如何 快一起来追剧 分分钟追剧 下期见